好 我現在要講 Lighting 跟 Camera 部分 這 Lighting 跟 Camera 本身在 Blender Default 裡面就有 就有一個 Camera 一個 Lighting 一個 Camera 一個 Lighting 所以我先 那我要控制 Lighting 跟 Camera 的時候 其實很簡單 我就只要用我原來所有的紙巾就可以移它 例如說我用 G 就可以 Move 這個 Light 那我可以用 R 因為它沒有方向性 所以用 R 沒什麼意思 但是我 G 就可以 Move Light 那然後你可以 Lighting 比較看不出結果 但是應該是看不出結果 在這個地方看不出結果 但是 Camera 移動在 我右邊有一個 Camera 畫面 我常常喜歡放在這個下面 就可以直接看到 我把它 Room 我用 G 我把它 Room Out Room In 有沒有看到 我也可以 Rotate 它 所以你可以 Rotate Y 或者是 Rotate X 就可以看到不同的結果 好 好 那我現在就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 Lighting 不一樣的方向 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那你在做 Lighting 的時候 你要記得 我現在其實一邊看右上角 這邊 S Z 軸 一邊看這個 這邊 你要記得 Camera 如果假設我把 Lighting 都放到 放到這個 我把 Lighting 放到 它的正後方 然後 其實看不 就是 Camera 照不到的地方 其實你會發現喔 都變黑黑的嘛 可以想像嗎 那我如果把它升起來 我的 Lighting 都不見了 它在後面去了 我把它放到前面來 然後在這個很低的地方 大家知道 放在很低的地方 它會比較偏紅色這邊 你看到 它也在很低的地方 那我把它升高 有沒有 就是不一樣了 OK 那你會說 老師我這個 這個 Lighting 這邊 黑黑的很醜怎麼辦 好 那這個 有一些方法 當然你可以加另外一個 Lighting 但是 每加一個 Lighting 你的計算量 基本上是多一倍 因為它要算 所有 Lighting 跟 物體的關係 所有 Lighting 跟 Camera 的關係 所以 最後 就是 這是最少選擇 盡量不要再加 Lighting 這是一個概念 盡量不要加 Lighting 再去 但是要 improve 這個 Lighting 的位置 或者是 再用別的方式去改善 我待會會再講別的方式 把整個世界都變亮一點 這樣子可以解決這個問題